来,这边坐哦 欢迎光临我们日工配信算命馆 要算命是吧 好,来 Beeboss唯一指定姐妹 恭请Beeboss加到 800英尺 500英尺 酱肉 酱肉 100英尺 酱肉 早上鸡蛋头手去收到 爆米花好不好吃 要不要叫日本的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第93集日工配信 前面开场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模仿什么吧 所以你本来就有在看哦 我没有在看 主要是我们家另外两个 妈妈跟小孩 每天被魔鹰传染 都记得 我老婆蛮早之前就在follow阿汉 爆红应该是算上礼拜吧 对不对 他九天选女的影片 放出来之后 整个台湾都在降落 他都在降落 而且一堆网路商店什么 电商在社群媒体都用 九天选女唯一指定 对 全部都在 不是还有那个 因为他里面讲 中华路二段55号 刚好好像是一间当铺 他都好多人说好多人跑去那个 地底看 哇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老板还是买一堆爆米花送大家 他就听说 那个爆米花要再买现在缺货中 这也是蛮厉害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 如果你在网路上引起一个讨论 或者是风潮的话 我真的会有很多人 就是像以前要这么形容 反正发生一件很热闹事 大家都想要跟进 想要去看的那种感觉 好像变一个景点 阿汉我自己觉得 我也是这一两个礼拜比较有注意 因为我家小鬼开始在学了 你知道吗 他还会那个 大家好 我是来自富士兵 小的人在这里 我小孩也会 他也在那边学暖夜教 我这个里面 然后就看 这个年轻人 因为我就跟着看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投 我现在反正那个手机 有时候不让小孩子一直看手机 然后就投到电视上 知道电视萤幕大一点 我就跟着看 因为这个年轻人其实也蛮厉害的 对啊 他其实真的很厉害 他光会模仿好多好多种 然后我就看他本来是学那个 他大小 好像是画那个动画的 我看到一个 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其他的YouTuber 或什么的都会 可能都有邀他去做专访之类的 他画那个画也画得很厉害 画得很漂亮 对 这个年轻人多才多艺 其实很厉害 那个表演真的是一开始有种 哇 真的有人可以这样弄 还有学什么 房东太太 对 那个应该是第一次爆红吧 那个很前面的 那个应该是 我第一次认识到这边房东太太 对 我老婆好像也是 他那个带房客看房间 学那个欧巴桑的那些神情 因为主要他有画面 他连那个小动作都有办法学的 就你看到 对对对 欧巴桑的动作就是这样 比如滑手机的动作什么什么的 这样 公升仙仙 公升 日本人 他有什么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 也是好像 翔翔 大家好吗 是翔翔 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还是学日本人 因为真的 公升仙仙 那个这个也很像 对日本人 他那个一启动好像就 整个就进入那个模式 真的很好笑 对 好笑平常也是多少都会跟 日本人接触嘛 对不对 工作上 他们讲中文就真的是那个感觉 对 虽然说 平时这样笑好像有点过分 但真的是这种感觉 但主要是 真的很会学啊 那观察力真的很强 对 那个观察力很强 对对 但这背后一定也是画很多 工夫啦 对啊 你要去分析对不对 比如 就越南人讲 中文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 对 台湾我爸上讲中文是什么样 对 日本人 他一直看一直看吧 对 他有什么 还有那个像那种很爱动漫的那种女生 有没有那个名字我忘了 什么乐 嘿之类的 他那个真的都把人家的那个 小细节小动作 讲话的 小小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怎么讲 除了他说那种夸式的方式去表演出来 大家会笑会觉得有趣 可是其实他代表他观察真的很细 对对对 观察的很细 讲到这个就像谁 我要扯回来 好 就像beatbox一样 就是他有些动作可能很夸张啊 比如说跳起来啊 展开双手啊 或是给你总是一些提案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像很多那些东西 其实他都由所本去提的 他都是观察很久 他有一些经验 他有一些 他的那些直觉其实是观察累积来的 的判断 并不是说我三大一笔 我天生死活 我一生下来就可以这样判断 不可能 哪有人真的天生生下来 就一路靠直觉活到现在 就算真的是这样 其实也比较多事 因为他很仔细观察很多事 那就算九天选女了 就真的用吃算命的 如果都不用靠观察 靠经验累积什么的 就是光直觉 我们故事观落营了 好吧 来进行这个礼拜的节目 我们一样从一周新闻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新闻稍微有点久了 上个礼拜天 但是是比较晚发生的 因为我们录音已经录完了 我才看到这个 跟上哲只有关了 你知道上礼拜天 就是他对佐佐穆朗希 对不对 然后投的也不差 对不对 不输佐佐穆朗希的表现 那时候他的推特 就有被一些不理性的网友留言 留言 比如说 请你阅读空气一下 好 人类史上第一次 连续两张比赛的完全适合 我想要看啊 这样 就这样留言在他的推特 应该是说赛后 上哲之士才看到的 上哲之士的神对应 他就先回了网友说 我也有在帮我加油的粉丝 他就这样回 当然是因为网络的东西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网友一po 你要让怎么解释 攻击力太强了 就是很明显你这支剑就是戳在上哲的身上 所以很多人 很多其他的网友看了一定也会 就马上就扩散了 哇 我要上哲被攻击了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初第一po的这个网友 他一定也有感受到 哇 他有点闯祸了 你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 但后来这个网友又去上哲的推特 这次他是去道歉 他再去的时候 他就说真的很抱歉 我来你的推特这边说这些话 是我的错这样 过了之后 上哲又神对应了 上哲在神对应 上哲神对应什么 他就说 我们打球 然后打球这些的表现 不管是懊悔的 不管是高兴的 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在打球 那你就是球迷们像你一样 怎么会这么关心我们的表现 对我们来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那当然就是你 他上哲说 他知道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看球 但你想看有那种表现 就是连续两场完全比赛什么 也是你也没有错 就是作为一个棒球迷 你想要看前所未有的东西 前所未有的记录是人事长期 但是我是站在那边 战斗的选手 我觉得 我是觉得 第一个是上哲很厉害 可以这样冷静的回忆 冷静对 时间的话 请继续看我们日本职棒的比赛 就不忘了要留住这个粉丝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好像 就是我做了一件错事 我再也没有面子去看日本职棒 他就一直说你还是要继续关心我们 如果你能继续看我们的比赛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幸福的事 总之就是一个神对应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既表达了自己的原则 也不失怎么讲 狗迷服务的感觉 对 那时候把这个放进来 其实也没有想到今天4月24日 还会发生一件事你知道吗 虽然某种程度相似 但跟网友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这卓友务朗希最近都礼拜天出来 所以我们录音的今天 但这次是做客 金池巨蛋对欧力士 然后他投了 那时候把自己局我忘了 把他投了一个外角 好像差不多 投了一个外角直球 主胜没有减 对 因为那个球刚好可能一类的有倒雷 所以松川谷生就 阻杀二雷 卓友务 就是让那个球过去之后 他心里一定觉得 哇这个球怎么没有判好球 所以他可能就有那种苦笑的表情之类的 竹审 今天那一场的竹审 白锦 一行 有名的在日本职棒 他上来 大家知道 今天投手苦了 因为好球带就是出了名的小的 对 然后 我觉得那个其实 苦笑 我觉得已经有一点表现还蛮明显的 对 但我觉得对竹审来来 一定觉得说 你心里就在觉得 这一球我怎么不捡 对 重点就在后面 竹审就居然 要走上去 那个偷手丘 感觉要去警告 佐佐木朗西什么 这样 松川谷生也很厉害 松川谷生也很厉害 跟大家更正一下 是二局 第二局 他今天投了五局 对 松川谷生也要赶快 要赶快卡在中间 当核四老 对 不要啦 没事 竹审没有那么严重 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 竹审的反应有点比较大 我是觉得 因为有点那种 因为头手20岁 骨手18岁 其实都很小 年纪都算很轻的 是啊 那种有点感觉就是 嗯 就是你们 因为我主要是看到那个 松川谷生要挡 竹审对 对 不要让他不要再去 没事 没事这样 竹审还瞪着松川谷生 立顺审说 你手在干嘛 对 因为松川谷生那个 他手到处去想要 擋一下那个竹审 对 有那种你手在干什么 那你会看到 那个画面里面松川谷生 赶快把手缩回来 对 然后很尴尬的苦笑 他才 他那个真的是尴尬的笑 然后就要转头走回去 那个奔雷那边 对 其实竹审也没有 对竹审沃谷有什么 太明显的警告 从画面看起来 就是有讲了几句话 可是竹审沃谷也没有理他 对 那他竹审自己就 我看他的眼神 因为他 这个白警竹审 白警裁判 从以前我看他的眼神 他就常常会这样 他或许 他可能也不是他的本意吧 我觉得 但因为很多球迷会看到 就是那种 好像这个竹审你在 你在臭屁事 好像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那个眼神 尤其有时候他在 他在跟 以前我记得 立山监督有被他 类似这种眼神 瞪过那种感觉 我记得 大家现在去搜寻 就网络上现在一堆 都是跟白警裁判有关的影片 我记得以前 那谁Messenger也跟他冲突过 反正就是为了好坏球这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 接下来一定还会 再烧一下 而且录音前 我看到那个谁Ethan大海在 他的推特 他好像也PO了一些话 我看那个感觉 他也是在讲 做做不良心被出声警告的这种事情 他一直是说 反正我看那个大意 Ethan大海一直是说 因为我们投手也不是投球的机器 我们也是有感情的 就是我们会 多少会显露出来一点 但不是那个意志 对 因为后来那个谁吧 反正今天就聊吧 因为那个警告好像有接受 访问的时候有提吧 就是他也有说 就是我们这边 当然佐佐木朗西这样子不太好 但是他也希望就是 裁判也可以稍微 再冷静一点 冷静 他觉得双方 他就是一直说双方都冷静 他是说我们这边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对于尊重裁判的判定 那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的确我们好像也不太好意思 那种感觉 但是 作为就是 会影响 因为裁判的裁定是会影响 比赛流失的话 他也希望说 这边可不可以稍微 也冷静一下 这种感觉啦 就是你有必要到 他是用苦言 日文的苦言的意思就是 怎么讲 土苦水吗 土苦水喔 算啦 算土苦水 但是就是用一个建议的角度 对就是 我也不是要找你查 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要讲 对对对 容我说一句话 这种感觉 对就是 然后也是 有点像是 中故或者是 对对对 中故 有点有点这种味道 对对对 因为我都看到这个 我想如果 上以外不是那个谁 一人大也不是有一球 投这句话 他那个比较好笑 他那个要是 白井竹神的话 应该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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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还好那天 一人大海那个 跪倒 那个投手球 土下做风波 不是白井 不然他可能直接就出去了 好 下一个 跟一人大海 还有集电会信有关的 这个稍微 我记得那时候 新闻出来 台湾这边应该也有媒体 台媒写 我觉得有小小遗憾是 我的感觉 看留言 蛮多网友有 我觉得是误会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主要是 一人大海 Bboss有讲 他有一个构想 就是一人大海跟集电会信 如果他们两个投手在登板的时候 我找机会让他们去外野守一下 主要的原因就是赛前练习 什么什么的 他有发现 因为赛前练习 就是在打击练习的时候 其实投手 其实都在外野那边 热身 拉拉筋 什么什么的比较多 因为不是每一个投手都会一直拉 有的就是可能 比如一人大海 可能才先发完 隔一天隔两天 基本上他比较没有事情 但他也是在外野那边 有的就会帮忙捡球 那个有时候球打出来飞球 能够直接接他们也会尝试 对 Bboss就观察 这两个 一人大海跟集电会信 感觉 守外野还蛮不接飞球 那种能力还蛮不错的 感觉有那个样子 我记得集电会信 是不是高中有去过 有守过外野 有有有 他有没先发的时候 他也是去守外野 我印象的对 也是这样 但Bboss的构想是来自以前 他的恩师 这个野村克也在当版神的监督的时候 他使用过一个 他们这个统称叫做 远山葛西special 远山葛西special 的那种意思 主要就是 因为大家以前 远山讲至这个时候 左头 他这种左打杀手 尤其对这个松井秀喜 他把松井秀喜刻得死死的 松井秀喜我不想看到他 对对 那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 比如说远山在投 或者是葛西在投 下一棒 比如说葛西在投 下一棒松井秀喜来了 那野村克也就会叫暂停 我要换头手 换远山上去 我就是要针对松井秀喜 但是他心里面 又没有想要把葛西换下来 他知道葛西还能投 所以那时候野村克也就想了一招 就是这个时候 那没问题 我让一招手下来 葛西先去 葛西先去占一招 对 那远山讲至就上投 我就对付松井秀喜 解决了 顺利解决松井秀喜之后 完成任务了 我就把远山换下来 葛西再从一招回去投手秋 那我再造另外一个上去搜一招 那后来用了蛮多次的 那当然也都有成效 所以这个东西就被留下来 远山葛西斯被下落 类似这种感觉 那B-BOSS讲的 其实也是类似这个东西 他意思是说 当他们两个在投 可能遇到一个左打者 他觉得这个时候 我来派一个左头上去 就是要来左杀 要专门来对付人家这个左打者 那我又没有想要把一等代 或捷连灰心换下来 他们两个手外野棋也守得不差 接飞球OK 那我可能就让他们去守一下外野 我派这个左手上去 把对方的左打者解决之后 我再把捷连灰心或一等代 掉回头 我就继续让他们投 他的构想就只是这样子 其实你说实在话 当然有可能球会刚好飞去 他们那边没有错 可是基本上 就是你看几率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 可能还不到50吧 你就是譬如他去守右外野 这个球会真的飞去右外野 几率其实不高 你说他这样子用 基本上 也不会要他们去打击 对 轮不到他们去打击 除非 除非你取消DH 因为你投手要去守备了 DH取消了 他们又继续投 这个当然都是后面的后 他其实前面 他想法就只有前面这个而已 就是很单纯说 如果我可以把他们调去守备一下 我派一个左手来完成 他的任务之后 我再把他换回来 其实就这样而已 他的意思不是 我觉得我看留言 有的网友可能误会成说 类似不排除 让伊藤大海跟吉林灰心也要去守外野 他那个感觉有点像上元健太那样 对 好像我除了当头手 我也想要当野手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上元健太 他虽然说他想要试试看二刀流 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讲 或是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去练习守哪个位置 就算有大概也就是外野了 可是People's Go想绝对不是像 他想要把这两个头手 弄得跟上元健太那种感觉一样 不是 他的想法就只是 让他们去守备一下 等一下还可以回来偷球修 继续偷球 他的想法就只有这样而已 我是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避免发生误会 避免又觉得说 这个又是一个乱搞 本来就不能乱搞 我觉得不至于 毕竟已经有前人做过了 他只是模仿而已 我是觉得是模仿 你说是不是乱搞 那至少他的师傅 以前用的是有成效的 他是有特定状况下实用的 你也写说他们去当二刀流 我觉得这样 第一个就不是二刀流 那不算二刀流 而且跟上元健太的状况 也不一样 不一样 他基本上只是让他们去守一下 等一下就马上要回头走修头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就是的确 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 媒体如果写的比较短的话 不管是日媒或台媒 好像就会变得很吓了 就会误会 就会误会 主要是要 就九天选女了 九天选女 就降落了 又降落 对 好 再来下一个 要进入上个礼拜的赛程 这边 4月19号 这个跟 乐天 三连战 第一场 2比0获胜 贏了这一场 日本火腿今年球季第一次三连胜达成 对 加藤归之 这一场不得了 这场不得了 拿了第二胜 余佐剑有一支2分蛋 全场就是靠这2分决定胜负 不得了的在这边 加藤归之 个人玩头9局 玩风 90球而已 90球 而且只有被打3次3打 太精简了 90球就玩风 6个三阵 1个保送而已 我自己稍微计算 因为看那场比赛就觉得 好球 第一球好球 第一球好球 第一球好球率超高 我后来就去点雅虎的回头 一个一个打者 算 他这一场比赛对了29名乐天的打者 只有对4名打者的时候 第一球投坏球 等于他其他25名打者 第一球投出去就是好球 4个打者第一球坏球 里面又只有1个打者 是没有好球2坏球 等于前面两个连次坏球只有一次 他全部都至少都没有对 前两球都没有对战不利 怎么讲 几乎没有啦 你说就一次而已 29个就一次0好2坏 然后三次1好1坏 其他都至少先拿1好 不是3次1好不能这样讲 也有可能第二颗坏球 反正25个第一颗都好球 对 29个里面25个第一个都好球 就先拿1好球 就是看的教授觉得这样很有用是不是 我觉得主要是他这一天策略有效了 嗯 那因为他怎么讲 后面但后面还会再介绍 他那天的那种感觉 就像后面我看 好像是新装Boss自己讲的吧 反正他那个球 就是让对方的打者会觉得就是 一来不快 我们好像都打得到 但是你又去打 那偏偏又打不好 对 就是那种感觉 那比赛时间因此也很快 这场比赛就2小时25分就打完了 今年球技日本职棒最短的 目前为止 整个联盟12队最短的比赛 2小时25分就搞定了 那Boss赛后就说 今天好快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了 这样 我总觉得搞不好 第一个可以达成重视的是加藤 第一个可以达成重视 未来啦 因为你看嘛 如果他可以这样投 而且他本来投球的类型就是怎么讲 去年也有聊过吧 我记得去年有看过就是 投到七八局 就算超过100球 他也是 因为他投球就是 主要是控球 所以有一种就是 好像还算轻松的感觉 对 轻松 对对 就轻轻松的样子 就是没有说那种 你看得出来 从五六局 六七局开始 就是渐渐美丽 那种 不会 他大概从头到尾都一样的感觉 对 他也没有特别有力 都一样 对 就是策略都一样 投出来的球都一样 那个感觉都是类似的 另外还有Beat Boss讲 他说其实如果你要问他这场比赛怎么好 他觉得这天曲球投得很好 就像我刚前面介绍 就是他讲的 就打者会让打者觉得 我打得到啊 可是出手的时候打不好 要打完都滚地球 都滚地球 就是这个情况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他说果然是Cartox Cartox 这个来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以前大联盟有一个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投手 叫麦达克斯 麦达克斯最有名的就是控球很好 很好 然后球数很准 球数又花很少 他职棒生涯 没有花到100球就完封对手 总共有13次 所以后来有一个美国这边的野球作家 叫做杰森 露卡 露卡 露卡哈特 大概是这样法 英文有够烂 他在2012年 他就自己創了一个 創了一个语啊 术语 算术语吧 可以这样讲 他就叫Madex 这个投手今天表现Madex 指的就是这个投手今天 又省力空球都准 不用花到100球就完封对手 只要投手有这个表现 后来大家都习惯叫Madex 这个投手今天Madex Madex变成一个状况 它变成一个形容词 对 就是不用花到100球 就可以完封对手的表现 就跟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六局师三分以内 就叫优质先发 百球以内完封对手 就叫做Madex 麦达克斯 所以今天是加藤克斯 加藤完成了这个 B-Boss就给他改 你不是麦达克斯 你是加藤克斯 Katox 今天这个表现Katox 自己硬生了一个梗出来 看得懂了就 以后就变成他的新的流行语了 就是以后讲到加藤 大家会讲Katox Katox 你如果再让他投个一次两次 又是不用花到100球就完封 大家可能就会越来越老 可能日本人就不叫Madex 日本人就喜欢叫Katox 那种感觉 那当然其他还有 他在这天 偶打 B-Boss赛前排偶打的时候 他自己就讲 今天为什么这样排 他说尤其是二壘手 他说其实那天 他在犹豫 赛前在排的时候 他到底要让阿鲁卡塔拉去守 还是石井 去守二壘 对 这两个 谁派他们先去守二壘 先发二壘手好 他说 当然或许派 他说Mandy Mandy就是他们叫阿鲁卡塔拉的习惯 都叫Mandy 他说或许派他去 应该他也是接得到 或许 但是他那时候的决定的点就是 就是防守球打过来之后 你的第一步 他觉得石井一城还是比较快 对 然后他又想到今天加藤先发 加藤先发 滚地球应该会很多 所以他后来决定 好就让石井一城 先发二壘手 游击手派手臂比较好的上野响平 重点就是要 重点就是内野手臂 要帮加藤守好这些内野滚地球 后来又有双杀 又有什么的 大家就觉得 哇 VBOSS真的这么神 都被你算计到就对 果然派石井一城去 哥哥我觉得在我说 他其实已经知道 投手如果顺利的话 大概会什么状况 对啊 这就有点是你一开始讲的 对啊 观察很仔细 但这个一定有很多资料辅佐 对 资料一定都有的 还有他的判断 判断 嗯 他的那些东西可能 其实应该是可以数字化 但可能没那么容易 哦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他其实讲的很简单 嗯 但其实那个事情超难的 对啊有时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对 另外还有这个悬了 这个悬了 这一场比赛玩风 对不对 嘉藤贵之职棒生涯第二次玩风 第二次玩风 那他第一次玩风是去年 10月18号 对 地点同样是在这个乐天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球场 对手当然一样也是乐天 那时候第一次玩风的时候 他就创了一个记录 他职棒生涯通算 先发第106场的时候 才第一次完成玩头玩风 因为当了太多短先发 对 这是他这个这个日本职棒史上 当先发投手的 就是你有先发投手记录 有先发投手记录 花最多场才完成玩头 甚至玩风记录的投手 花了第106次出来先发 你才第一次玩头 他是最晚的 这次第二次玩头 所以他还没有隔很久 这个才4月19号的事情 就是选在 他的对手 连两次都是乐天 一样在同一个球场 因为这太选了 有够巧合的 所以说以后真的会 会不会就是到了工程 工程球场 就工程就变成 就想办法要塞这个加藤先发一次 想办法把他排进去 就算比如三连在里面 想办法其中一场是要加藤先发 感觉好像在这个球场 他投的蛮顺手的 好再来下一场比赛 4月20 这个跟乐天的第二战 2比4输球 这一天开箱 开箱碰谁 开箱碰谁 投了5局被打8只安打 4个三阵 2个保送 他有包括一支全雷打 死了4分 那我自己看那天的感觉是 如果你再让他 比如在一军多投几场 或是再让他多打一阵子 有可能会慢慢越来越好 因为其他球差不多都有150的水准值球 对啊 还有什么卡特球 这家身高真的好高 我那时候看起来 对 真的很高 不至于到那一种 控球会走中很多的那种地步 就大概有一个水准在 但其实不是那么好打的球 如果他那天投的顺的话 对 就是他可以控在边边角角 或是甚至 怎么讲 没有那么边边角角 好像 因为日本少 这种投手不多吧 个子那么高 也很难讲 其实最近日本投手 这几年日本投手 高的也越来越多 个子高的也不少 但是投球的类型 不太一样 那边他是羊头 动作啊 或什么的tempo来讲 跟日本投手 一定还是有差别 主要我觉得那天捕手也有关系 因为那天捕手 他派田工鱼 比较年轻 这可能也有关系 如果你派鱼佐剑 或许 结果也会不一样 当然这就是我自己在想的 其他的话 Ponse自己后来是讲的 他说他觉得自己接下来应该 可以越来越好 他当然也知道 他今天配的捕手 是年轻的捕手 他觉得不管是他自己还是 不说我们两个都还有很多 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其他他觉得他这边 变速球投的也不错 卡特球自己觉得状况也很好 那直球他觉得自己还有 可以再更好的地方 对 他其实对自己应该也还蛮有自信 就像以前那时候介绍 他自己很 就是那时候来代表美国队 来日本比赛 对不对 他以前那时候讲 如果有他的职棒生涯力 有机会的话 他想要到日本打球 嗯 这是真的可以的 我觉得他一定会比其他那种 来的洋将更珍惜 这个机会 就是真的会 因为是他有想要来日本打球 嗯 对啊 对 跟那种平常你被 这种那样什么 球探找来的那种 心情上的感应该也会不一样 因为他是真的本来就想来 对啊 甚至这礼拜 因为后来不是回到早晃巨蛋主场 嗯 那个赛姐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热身的时候 我还有看到Ponce也去拿那个 广报的那个摄影机 哈哈 他就帮广报拿摄影机下去拍 啊 比如他那时候在伸展嘛 坐在那个地上 在那边伸展 他就嘟嘟嘟嘟到这个选手前面 然后突然 拉起来照到他的脸 然后就对着他说 Good morning 那被照的那个选手 比如说可能司机一程 清宫信代朗 你看到镜头你也要回 Good morning 因为那都还很早逝 对台湾时间可能就差不多9点那种感觉 Good morning 对他就这样一个月拍 一个月拍 就帮那个广报去拍 然后拍完之后 他再把那个摄影机缓给广报 你看到他跟大家的相处也是蛮融洽的 会主动跟大家示好 有互动什么的 其他的 还有因为这一天 对方的投手是 先发投手是那个暗笑枝 其实说穿了 其实也被暗笑枝 有点算锁得死死的 我觉得 甚至这两分其实是 九局下两出局的时候才拿到的 本来前面都没分的 但先讲这两分 VBOSS赛后是说 他说这两分重要 很重要 重要不是说可以帮我赢球 不是 最后当然还是不够 因为你丢掉4分 他觉得重要的点是 在九局下两出局之后 不管是得1分还是得2分 他觉得对选手来讲一定都有成长 这个经验上来讲一定有成长 那打这个 比如说不管打安打的实景一层 还是前面有人等到保送 把机会再扩大 他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事 因为这就是有可能帮助球队的事情 对帮助他们心理建设 我觉得现在 怎么讲 我觉得VBOSS比较像是 反正能做到的 就是重点是 当有石头 我这样讲很奇怪 就是当那个石子出现在你面前 你可以拿到的时候 你能够拿下来 就代表你之后越来越有机会拿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我这礼拜 因为那个什么 快要4月底了 对不对 那时候我种了数位的一方卷 我就跑去春秋山 你把一方卷变成什么样子呢 变成VBOSS的样子 我又去把一方卷换成那一本VBOSS 就是大家当监督之后出的那本书 但我还没看完 可是看了前面已经大概四分之一 可能还不到五分之一 我觉得他其实就一直在告诉大家 因为那本书 不是他那时候也有跟选手讲 对不对 你想要认识我 你可以先去看这本书 这就是我的想法 都在写在里面了 他有一个一直在强调的点 就是今年这一年 对选手来讲 就是不断累积经验成长 他里面有讲 对他自己也是一样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他知道他是第一年当监督 他有很多要学的 那今年不管对他们来讲 对我自己来讲 都是一个不断不断学习的一年 只要这一年里面有任何一点点 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让大家成长 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都会是我们以后 明年后年的粮食就对了 这些都经验都会不断的累积 帮助我们以后会更好 因为其实像之前就有讲说 到底有些人会说 是不是他反应太慢 好像第一次当监督 我觉得其实他都会反应到 他都会想到 其实他有的东西 他是真的宁愿 我就让你们去体验这一次经验 还有一个点 失败有没有关系 蛮重要的是 到底这时候要放给他 去尝试挑战 然后失败了 比如说被删证了 或者说就打不好 还是说这时候我应该换人 基本上我觉得他都会选前面那个 对 他现在会新选前面的 对 就算有后面那个情况 可他想的其实是 要让他派上去代打的那一个人 累积这个经验 他的点不是说被代打的这个不好 所以你下来 不是 他想这个难得的机会 对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让这个 我派他去代打这个选手 你去累积这个经验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其这个书里面一直 他一直重复这个想法在里面 其他还有赛后访问的时候 记者问他问 他访问记者 他说今天安孝之 就是 FA什么时候 反问这个记者 因为他也是 这两年才认识新的选手 对 然后他那个记者就跟他讲 他暗孝之今年是 两年七月的第二年 B-Boss听到说 好像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暗孝之 是这样 感觉好像 那个到新球场 那个没有租金问题了 是不是有 多余的资金可以让我 去签一些FA回来 是不是这样 我来一个降落 感觉是 记者形容 就是 感觉好像 B-Boss把这个记起来 好像memo起来 这样 不知道 这个换了新的组场 整个秋团做法 会不会不一样 很难讲 其实我觉得他就只是单纯 就是只是称赞 他真的好多手 对啦 你要挖的动 暗孝之我看这也很难 不容易 应该不容易 他当初去那里 就是因为他是 东北那边的人 他就是要回家上打球 你要他再离开 我觉得应该 几率不高 像好小这样讲的 几率比较高 他就是 就是 故意讲一讲 形容就是 想要称赞 他今天真的做得很好 多好 多好就是我想要 那种感觉 程度的好 其实就是称赞 暗孝之这一场 走得很好 好 再来4月21 1号的比赛 5比8 输了 先发立野和鸣 本来第一局 第二局 其实都还OK 第三局 倒台 直接倒台 撕 后来总共撕了6分 直接就倒了 后面接替的 河野龙森 二右三分之一局 同一年进来的 再来还有 集电卫星 又一局50分 公西倒台 这一天被打全雷打 还有怎么样 撕2分 头3分之二局 就撕2分了 然后玉井大翔 三分之一局 三球就解决了 帮公西上升灭火 最后一局 谷川优利 也没10分 但是 总共撕了8分也不够 这个打线 顶多只能帮你打5分 打了5分 虽然靖藤也有全雷打 金川优马也全雷打 但是不够 那靖藤的全雷打 是他今年球季第一支 第一号全雷打 2分蛋 在两出局之后 打出来的 他自己觉得 在两出局之后 能有这样的表现 是最棒的结果 另外 金川优马的全雷打 是他自己 本季第2号 第4局打的 然后 第5局 还打了一个台姆利 等于有两打点 因为前一场比赛 其实有一些机会 轮到他 可是他都没有表现 没有体球队建功 他心里有想过 我隔一天 会不会B-BOSS 就派我先发了 可能没有B-BOSS 这天 还是派他先发 而且他有表现 他就觉得说 昨天这些呛死 我没有把握住 然后B-BOSS这边也 就是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今天让我继续出来 然后我今天能够有这些结果 有退球队的胜利有贡献 他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大执念 他在之前有介绍过 他是执念前辈 执念先生 执念前辈 比如说姓太郎都这样叫他 执念前辈 今天这个表现叫做大执念 比执念更执念 更专心的那种感觉 我一定要好表现 监督 我昨天前一天都没表现好 今天还这么相信我 我一定要更有表现 这种感觉 那因为这一场比赛赛后 B-BOSS没有接受访问 这天的诉求 我觉得他心情是很好 他就请广报去跟大家讲了一句 本日Nothing 今天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 留了这么短的 这可能还不到一句话 算一个字 说不定 本日Nothing 这样 这么简单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麻烦就是 广当广报出去 说本日Nothing 很尴尬 要你对的说 我记者讲 他可能 我觉得他出去的时候 可能也看待大家笑一下 苦笑一下 尴尬的干笑 你要跟大家讲 我们家那个监督 今天说 本日Nothing 大家一直觉得糟糕 我觉得太鸟记者会哭 今天会不会排到去采访日本火堆的话 应该也不会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一个应对的方法了 对啦 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 就算你真的给我本日Nothing 只有这样短短的一个字一句话 我也是有办法写一遍 他们已经具备这种技能了 而且也是可以问选手 像前面那天都是选手 对 改句问选手 这是解套的方法 为什么我刚刚讲 我说我觉得好像他那天不太高兴 这个 后面可以再讲好不好 我留到后面再来解答 好的 其他还有这场比赛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极点灰心有出来投 对 他第六局 第三任的投手登板 一局无安打无私分 那在他任内的时候 遇到一书局一类有连的时候 遇到西川姚徽 那这个衍生一个故事 就是极点灰心跟西川姚徽之间 直求胜负的约定 极点灰心自己回想 他说其实当初只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在讲的 意思是那时候 确定知道西川姚徽 要去热天的时候 他说我印象 我好像忘了破镜 我后来有看到一个 他说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是在过完年 就今年1月1号之后 他用LINE去跟神拜拜年 起源是这样 后来就聊到接下来要讲的 他就说一开始 大家两个之间只是开玩笑的 他就说接下来 我们以后如果对战的时候 全部投直求 你全部投直求 他就说好啊 直求就直求啊 这种感觉 当然今天微信自己说 他自己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我绝对要用我的直求 压制西川神拜 因为他们以前同队当队友的时候 其实就满场讨论这些东西 吉利卉星也会去问西川阿辉 就是你正在一个打者的立场 什么样的直求你觉得难打 或是什么角度啊 对 进雷位置啊 什么就是会在这方面 两个人就会聊一聊 或者是西川阿辉给吉利卉星建议 就是私交也很好 所以这两个人私下的这种默契 默默的约定 就是到时候我们两个对决的时候 就是通通都要直求 比如说这一天 吉利卉星最快直求146 第二球144 然后让西川阿辉打了一个中外野飞球 之前他们两个其实就有对战过一次了 前一场比赛 吉利卉星也是用三颗直球 让西川阿辉打左外野飞球 就解决了 所以两个人的直球运动到目前为止 持续中 我只要对到神败 西川神败 通通都是直球 我觉得刚好加上今年春训的时候 西川阿辉 吉田威星被这个球尔指点了一下直球之后 就是建议固 对 这个直球的出手角度 手挥背的角度 你要直指的由上往下那种感觉 让他发现自己的直球 我觉得又比以前更有威力 他现在用起来自信性更强了 当然他说这阵子也接受到很多很多建议 当然包括一直以来一直鼓励自己的西川前辈 他说当然从以前前辈就一直赞美自己的直球了 他也希望接下来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让神败看到我现在的直球 比你以前看到的时候更进化了更好了 而且他们好像真的蛮好的 因为有一些报道会讲嘛 就是讲说去年吧 他就是春训的时候 就是今天有把他们加秋田的那个酒 雪之茅舍 就是秋田的地方 他那个地方的名酒 送给西川 因为西川喜欢品酒 喜欢小酌一下 对对对 喜欢品酒 那他就送他这个礼物 就是看得出来 其实两个应该 真的私教还不错 感情不错的 对啊 好 再来下一场比赛 4月22号 再来回到自己的主场 渣王巨蛋 要对这个软赢第一场 第一场比赛12比5 大爆发 B-BOSS的这个computer computer准确预想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场比赛这个万波中正 在第一局吧 第一局 那时候其实已经先得一分了 然后累上两个人 轮到万波 第一球 哇全力打 等于第一局就灌4分 那时候你看他B-BOSS 欢喜到 等下跳 等下大局 那个正臂高呼 这样高兴得要命 然后还跟旁边 我觉得跟那个 林孝宅 黑头Coach 两个在那边 就是有一些动作 然后后来他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赛前打击练习的时候 他就看到万波今天的赛前打击练习的时候 感觉不错 他其实就跟旁边的人讲 他说 他觉得今天 就是跟前前几天比 万波那个打击的感觉不一样 你们今天等着看 请大家今天等着看 就一直真的中 第一个打击就靠全力打 又中 所以他说 他今天他这个computer很准 那另外还有Edan Dye 是这一场的先发 他投六局 虽然被打十字安打了 可是只是三分 就是勉强也算一个优质先发 四三针以保送 投了110球 107 其实还不错 真的 那拿第二胜 被打还是可能 就是 虽然被打安打很多 只是都还有办法 尽量不四分 就是把四分减到最少 那其他自己是觉得说 这个 因为他去年开始赢球的时候 也是从招黄巨蛋的一场比赛 之后开始连胜 他说希望这一场比赛 也可以跟去年一样 帮助自己有一个 接下来一个是连胜的开始 那另外还有 第五局的时候 有一个 他球投出去 都会被对方打者直直打回来 等于他是 有点 要边躲那个球 又边伸出手套 想办法去接 要去挡 就看好被他挡到 掉在他旁边 然后赶快捡起来 穿一垒 虽然有点穿歪了 可是那天是谁 姓太郎吧 姓太郎说一垒 那时候那个谁 杜鞭那样已经下去了 姓太郎说一垒 接起来 还好没抱船 完成一个 有个惊险的play 一来是 差点被球打到很惊险 二来是球传歪了 差点抱船很惊险 但是都化解了 今天无事的解决 但最后他就 看到自己传歪了 本来姓里一定想玩的 刷赛 结果还好姓太郎借助了 他后来就整个人躺平 在投手球那边 等于躺平 好像我们躺在草地上 看着天空那种动作 后来他赛后说 他说其实 心里还是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连续两场比赛 都在投手球附近 让他看到我 倒在那边的景象 前一趟 一个是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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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其实心里 还是有点拍谁拍谁 可是 他觉得可以给大家这些 我觉得平常比较 球迷们平常 比较不会看到选手 在场上的反应 他觉得好像也不错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 看这个东西 心里会很高兴 什么什么的 他觉得这也不是个坏事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 就是如果选手 会把自己play之后 比如说有好的结果 这样子的事情 但其实这个play 是不容易 第一个你看他是指指 他是强劲的那个 往投手球这边来的 然后又传的时候 是比较辛苦的传 因为他 那很快 要赶时间 对啊 就是其实这不容易 如果你 在不容易的play 成功的刺杀 跑者之后 打者之后 我觉得这样表现出来 可能 怎么讲 我觉得球迷会知道 慢慢会觉得 这个投手 越来越看到投球 越有趣 随时会有一些反应 也可以接收到那种 其实这个play要完成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因为 因为 讲白一点嘛 球迷就是不希望 球迷就是不喜欢 看到失误嘛 大部分 看到失误 或是床外什么 就想喷嘛 对吧 我觉得蛮多 蛮多大家看球 有时候激动起来 就是会这样嘛 可是我也想 我觉得同样也是说 其实这些play 虽然说好像 他们每天都在练 他们从小铃到大 但其实都事情很不容易 就是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 他这种做出来 让大家看到 但是他 大家会自然感觉到说 他是能完成的一个 其实不太容易完成的play 也可以这么形容 好 再来 还有一些 B boss这一天 大盛我觉得他心里高兴 所以他在后 有被访问 而且访问的蛮多 这个 不是因为降落的关系吗 应该不是 降落他应该没有看到阿翰的影片吗 可能也看不懂 不是 因为他讲万波讲中了 他的心里面也有九天旋旅降落 是不是这样 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整理几个问题 因为这一天野村又西 他第一次排他四棒 甚至野村又西 好像第一次打第四棒 十棒生涯第一次 为什么 关于这个 关于你为什么会第一次排野村又西第四棒 他说其实在前天晚上睡觉前 他就在想了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打顺 打线 怎么排 顺序怎么排 是对现在这个球队来讲最好的 所以他后来决定 我就排用这个选手现在状况最好的顺序来排 他觉得谁最好 谁最好怎么样 什么什么 谁适合哪里 所以这天前四棒 再前五棒 都是这种感觉 主要他就是说他后来决定用这个 选手的状况的好坏来决定 另外还有一题 就是关于这一天得12分 今年球季得最多分 他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说实话 我没有很喜欢这样的比赛 得太多 赢太多了 他不喜欢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因为这种大比分赢的比赛 其实对选手来讲 不太会有什么成长 他说如果是那种 你跟你讲好了 他说其实最好的是那种差两三分的 差两三分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会一直抱持着 紧绷紧张的感觉 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打球有什么表现 那个才是比较会有成长的 他比较喜欢这种差两三分的就好 这个差太多分的他没有那么爱 好小好 瓦利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大比分 有一些不是新投手大比分上场 大比分的时候让那些 比如说刚上一军的 第一次上一军的 上来投一投那种 其实很明显 反正你就去试 这个局面 你掉分也没关系 你没有掉分 你怎么讲 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压迫感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 要让你刚讲的那种选手 上去看有没有办法成长 让他累积那种在一军登板的经验 对 所以我选那个比较轻松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只是先上去体验看看那种感觉 你不要把胜负放那么重 所以我尽量选这个 跟胜负已经比较无关的时候派你上去 比较像这样 但基本上都还是有一个目的在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题 关于松本刚今年到目前为止 状况很好的原因 怎么会有办法维持 他说这个选手又能跑 又能守 又能小技 小技就是可以配合战术 我一想他触及的时候他就触及 我想要他打带跑的时候 他也可以实行成功 的那种意思 他说如果这样的选手 在这个球车里面 如果有一个两个甚至到三个 如果有三个的话 整个打线应该会让 就是对手 我就很不舒服 全部就连起来了 就是那种 每个都很难搞的 又跑 又手背也不差 又会做这些战术什么的 他说对选手来 对对手来讲一定是这样 感觉一定很不舒服 那如果 如果我可以有这样的选手更多的话 甚至全部都是 每个选手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 我甚至可以不用牵羊将了 对 外国人的补强 甚至可以不用 因为他真的讲 对啊 你说这样的选手 有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当然超好 因为三个等于是你每一次 每三个打 每一局大概都会碰到一个 对啊 对啊 有那种味道 甚至来讲如果 几乎每个选手都有这种能力的话 我也其实也不用羊将了 对 这大概就又另外一种了 另外一种打线的那种特殊专场 每一个人都难搞 全员打 全员 那是什么 全员打线 这真的全员野球 全员 全员 什么什么打线 应该要加个 全员什么什么打线这样 对 对 什么本钢线要怎么形容 他得点圈打结率很高 万事物 万事物 对可以可以 全员万事物打线 不用到全员了 万事物打线 三个就好 每一个什么都能做 万事物的意思就是这样 什么都能做 那头头真的会哭 就很麻烦 对啊很麻烦 那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杜鞭量 他本来是先发一雷手打第二棒 第二棒吗 不是第二棒 好像不是第二棒 忘了几乎棒 没那么后面 在万坡中正前面 第五棒的样子 万坡好像第六棒 反正他就是那天一局的时候 如果他打安打就有得分 如果澳洲那一局好像就三度局 就不会得分 他就他打了一个二雷滚地球 他就拼了命往一雷跑 最后踏到一雷之后 看到他脚好像有稍微拐了一下这样 后来就直接被换下来了 换轻功姓太郎去代跑 也就要直接借替他手一雷 主要不是因为轻功脚成快 大家看到代跑 有时候会直接反应 代跑就是要换脚成快的 不是他那个就是方便 图一个方便 因为等一下就是要你去接地手一雷 所以你就直接去代跑 后来诊断的结果 右大腿内侧拉伤 二度拉伤 到能够再恢复回来比赛 大概要八周 八周就是要两个月 蛮严重的 要两个月 这个拉伤有点大 有点严重 下一个话题来聊一下 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的 然后知道石桥贵民 这个正人野球盘 他是地金高校的大学长 那之前基本上会出现他的名字 大概都跟山谷权势比较有关 这次不一样 但其实他也是他学弟 宋本刚也是他学弟 地金 现在这个球队里面地金的宋本刚 石川亮也是吗 石川亮 俊拓也 对 至少 我印象里有这四个 之前还有一个俄军打击教练也是 可是现在没有 现在那个教练离开了 那总之这一次大学长 谈的不是山谷权势的 这一次他在他的这个 电台的节目里面 有聊到棒球里面 有聊到松本刚 那主要一开始是聊到佐佐木朗西 因为对到日本火腿那一次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他那天 因为那天他好像四小贵民有跑去 周周马令球场看球 他有去现场 他说因为那天松本刚没出来 他不是因为自主隔离 自己决定隔离自己 所以那天没出来 他觉得当然也有点可惜 他觉得松本刚如果那天有出来的话 他应该打得到 他应该有办法打得到 就是佐佐木朗西的球 因为以前吧 之前 对 因为你这边有写到说 以前他打过打股商品 那个后面的 那个是他电台里面节目这样讲的 主要前面讲到 讲到佐佐木朗西 松本刚没出来 他说很可惜 他应该打得到吧 那就聊到 他说 为什么他这样想 他就是说因为 松本刚以前那时候 他三年级 大股商品二年级 第一金对花卷洞 在甲子园 这个夏季甲子园的时候 有对到 那一天 这个松本刚 从这个大股商品的手上 打了一个制胜的安打 而且那次是大股商品第一次 就是在下甲出赛 他说他连大股那时候 球都打得到 佐佐木朗西的球 应该有办法吧 他主要的点是这个 那前面还有讲就是 他觉得这个小学弟 今年的表现会有这么好 他说他的感觉就是他不会每一球都要硬拉 该推的时候推 该拉的时候 尤其这种能打到右外野的这种安打球也蛮多的 他说他就回想到那个时候 因为他其实都还蛮关心自己母校 地金高校棒球队的这些事情 他说其实那时候中本刚是那时候地金高校的队长 虽然已经11年前的事了 他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选手有前途 有那个实力有前例 他说哇终于松本刚也本格化了 就是开始有表现了 终于出头了 虽然花了11年 可是总算出头了一天了 他后来想说 那山谷权势是隐队的吗 没有 还没有隐队的 虽然现在完全都没有看到他 后面还是不忘了要 要再稍微小算一下山谷权势 所以山谷最近放了 我个人的开幕开了 山谷开始在俄军有出赛 所以他就说我个人的短季 日本翅膀开幕了 因为他那时候春训比较后面 后半段的时候 他也是大腿拉伤我记得 休息蛮久的这样 好再来下一个新闻 这个比较久没有见的两个面孔 终于上一军了 一个是中岛佐野 一个是古内亮泰 他们在4月23号这一天 那天一样嘛 因为主场然后又是假日 所以之前有提过 那个转播单位有那个总长 台湾时间早上绝顶 就开始在那边直播 开始播的 面球 那天后来没过多久 就看到他们两个走进来 哎呦 这么两个出现在找往巨蛋 我那有机会 这天应该有机会生 因为前一天杜片亮又受伤 我想有可能叫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你股内硬要的话 股内也可以守一雷 我记得好像中岛佐野 好像在二军也有守过一壘 还是怎样 我可这个印象比较浅 但是股内也能守一壘 这是确定的嘛 在去年就去就看过了 所以我看到他们两个回来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 因为其实这一段期间 大家如果看B-BOSS 排这些选手上场 应该可以感觉到 比较没有像开季那个时候 变动那么大了 最近大概都有一个雏形了啦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两个选手再上来 我会觉得 这个形应该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固定了吧 对 看起来的感觉 这两个其实很清楚 他们在球王上的任务角色 或甚至你讲定位 大概是怎么样 大概心知肚明 对不对 守备好的 对主要是守备好的 那他们两个会上来一军 我想B-BOSS 一定会主要把他放在 想要再巩固 把我的守备更 稳定 对更稳定一点 对 那这两个久久没上一军 尤其开幕没在一军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机会终于来了 机会终于到了 要把握了 不然 这个变动很大的球队 你也难保 他也有新的想法 对那因为机会失去的就是失去 因为你说 这两个选手在这个球队里面 也算 比较 老将等级的 虽然你要硬讲这个年龄都不大 正确讲中生代 中生代 但是你中早昨天也达10年了 在日本火腿算老 对啊 在这个球队 你已经要被归在老的那一边了 对 虽然你硬要讲年龄不算很大 就30出头岁而已 但是 但因为这个球队最年轻啊 因为你其实他们 古内不算 古内毕竟还是大学毕业先去 养人都在来 你光讲中岛昨夜 高中毕业来 18岁来 你也达到13-14年的职棒了 对 在别的球队我不敢讲 可是在这个球队 其实已经到一个 就是 正常来讲 后浪一定都有了 对 你只能把自己站好 不要被后浪冲倒 对 你说都不换 也不太可能 因为你也在这个球队13年左右了 对 除非你有 就是好到 不可动摇 就像以前的金子晨这样 但是没有的话 正常来讲 后浪就会一直来 后浪就会一直来 对啊 那机会就是越来越少了 对 不是你不好 但是就是这个球队的新陈代谢就是这么快 嗯 好再来423的比赛 聊一下 3比9 输给了这个阮营 哎呀 上哲只是 再吞一败 目前还没有 胜场数还没开虎 三败 零胜三败 那上哲最近有点惨 投了三局被打七支安打 三个三阵 三个保送 然后七支安打里面有两支全力打 我记得都是三分弹嘛 三升打过一支 很久没有这样的 上零层直一支 三三就是六 后来他 中间还有这个另外11分 所以总共就17分 三局就掉7分 而且三升是不是流胡子之后 比较会打拳来打 三升蛮好用的我觉得 他现在这个第一棒打 当的很秤直 对啊 当然大家看比赛就知道 从第一局开始 你就感觉出来上哲的控球 就有点类似那一次中四日有没有 就球都会偏高 整个状况没有很好 跟你以往认识的上哲 不太一样的感觉 尤其跟上个礼拜 跟竹竹布朗西 对决的那一次 完全不一样 那他说 赛后啦 上哲自己被访问 他说就是 球队就算有这些好的流逝来了 其实他最后 他的投球都把这些东西 通通都搞砸了 球队就算一支有 一开始还不错 只有我都把他弄的 鬼州排料料这样 他说心情就是悔し 很不甘心 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那因为他这一次出来是中午日 上一次是中六日 这一次中午日 礼拜天投完 礼拜六就出来了 那自己心里面当然知道 就是 首脑症B-BOSS这边想的 最后球队是想要用一个 中四日的情况去乱 那当然他 配合是当然愿意配合 只是这个要怎么调 比如说武田胜投手教练 他后来也有被访问 那他关于这个球队 现在就是想要这样子做 他觉得 因为记者是问他 就是登板间隔这样子 慢慢缩短 到底对这个投手有没有影响 那我们从上车的表现来看 感觉会有 对 中六日 哇塞 投得不输着的木朗西 三正一直来 再前一次中四日 哇 投得咪咪咪咪 这一次中五日 感觉也是咪咪咪咪 直接被猫的咪咪咪 哎呀是不是有影响 可是武田胜投手教练的回答是 他觉得没有 他觉得没有 而且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 训练员这边的任何一些报告也没有 意思是说比较没有那种 训练员不建议这样子去做的报告 对 那今年球队有决定 比如说监督心理是这样想 想要这样子去尝试 明年说不定也会这样子继续去试 对啊 那他觉得主要 就像前面讲的 比如我提到这个B-BOSS的书里面讲的 武田胜投手教练也是这样觉得 他说现在 甚至讲今年 就是一个让头先挖到我们的身体 慢慢去习惯的一个时期 所以你也可以这个角度去解释说 其实今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看成一个他们是在一个尝试的角度去做的 是啊 所以可能会 有时候五日 有时候六日 有时候四日 好像有看到一篇报导吧 Soundsport 就是今天 就是这是今天的 怎么讲 就是 反正他就是有开个玩笑 谁开玩笑 B-BOSS B-BOSS开玩笑 会不会太早讲 他开什么玩笑 他开什么玩笑 他开说 如果中三天的话 哦 我看到 可是他后来说没有 他 他不会这样子做 他说这样 我变成 跟魔鬼一样 对啊 他不会这么狠 他不会这么狠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这种玩笑话 所以就有一种就是 大家不要再针对说 好像四跟五就是在日本就是不可能 对 也不是说三天就给他印头一百多就不会啊 我给他三天 他说他也会调整 对 但是三真的太短了 所以他自己就是 那个我觉得他是故意讲的 他是中三日啊 可是他自己说不可能 他是故意讲的 我觉得那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他 对于这样 就是 怎么讲 这个事情就是 他就是想要去调整 那你们不要一直在问了 他问了 我就是开玩笑回你们这样子 意思是他没有想要认真回答这件事情 那种感觉 他是想要做没有错 可是他也不会直接就这样做 他也是要让这些先发投手的身体 去慢慢慢慢习惯 而不是说我要管你了 我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每天都给我中四日 每个礼拜都给我中四日 你们的身体迟早就会习惯 不是 也是用一个循序渐进的 这一次我们修五天试试看 可能下一次我们再观察 下个礼拜上者会哪一天出来 他也不会那么狠 就是我不管啊 每个人都给我中四日 反正你们就想办法去适应 他也不是这种类型的做法 所以你说中四日这个构想当然有 只是 目前就是想办法要弄 但是什么时候才会完全弄起来 甚至像武田胜透这样讲的 根本不会是今年 所以明年才开始会真的 人的就是四 对 另外还有这天 这天极电微信又出来了 头两局 50分还是50分 等于连续8场比赛 连续11局都50分 所以我猛了 真猛了 真的有求恶的感觉开始 对 然后我有看到一个 这有点错误的 我稍微要随随念一下 因为我看到一个 忘了哪里写 反正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今年第一次先发 就是没有表现好 所以被改中继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开幕战那一周的日公背信 有跟大家介绍 BeeBoss那时候就有讲 他当初那时候想的就是 集联微信就是投三局 大概他心里就是想 就是让他投那个局数而已 所以你要把它解释成 因为他今年第一次登板给他先发 他表现的不好 所以被拔掉了 之后都给你中继 结果反而在中继这边找到一片天 连续8场比赛 11局都50分 我觉得这样讲算错误 你其实说实话到今年球技到现在为止 BeeBoss根本就还没有让 集联会信是要完完全全给他当先发投手这个角色 你就一直是一个大概就是投短局数的角色 一直在用 只是我什么时候用你 偏偏刚好第一次登板是 用一个先发投手的角色让你去投 可是一开始本来就没有让他投那么长 之后刚好也都没有在用排那个 因为之后BeeBoss这边先发投手的角 这个人选上也慢慢都有那个行出来了 所以几天也没有再被派去 因为第一周大家知道他去 他就说我们是要去福岗玩的 那个玩的意思其实就是 他没有要用大家心里面想的那种调度方法去排 北山开幕战斗手 对不对 什么招都有 所以大家不要去误会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不算什么先发投手 投得不好 然后被拔掉 然后改转中继投得很好 我觉得不是这样讲 另外还有野村游戏 这一天五打速三安打 前一天第一次打第四棒 也是三安打猛打赏 这一天又三安打猛打赏 连两场当了第四棒之后 感觉好像很适合 这个小朋友好像天生 就是要来当这个球队的第四棒的 当了第四棒之后气很顺 连两场猛打赏 正式登空 对 赛后这个BPOS没有给访问 不给你们访 但是他只透过了广报 跟大家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跟上哲讲了 失落的话30分钟就好 意思就是你没收好没有关系 失落也很正常 但是我们失落就是 心情不好的话就是30分钟就好 30分钟后 我们就重新调整 为了下一次的宪法再准备 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好 再来4月24号 4月24号 4比11 输得更惨 比前一天还惨 前一天3比9 这一天4比11 两天就丢了20分 夭壽这家团队防御 在暴政的 两天就丢了20分 这一天三浦忍大宪法 这久了 好像我那时候看到 有多久了 魁伟555天 上一次是那个 我有看到会记住 因为那天是我生日 2020年10月16 看那报导记起来 上一次宪法是2020年10月16了 已经相隔555天 再宪法 投了三局被打两支安打 其中一支拳雷打 12分 三个三阵 那阶梯的河野龙生 更惨 两局被打五万打 三个保送 16分 但自责分3分 中间有失误 那另外还有 西村天狱出来 两局也丢了1分 被打一支拳雷打 被那个什么野村勇 新的嘛 那个 吴巴银的那个 年轻人那也是 那个 身高不高 但是他那个打击的 那个power 蛮强的 尤其高的球 你被他猫到 那个球真的飞了出去 不不不 在早晚巨蛋那一场 他双翔炮 另外 北山教授10分了 破功了 哎呀 这一天投一局失2分 破功了 一次丢2分 对一次丢2分破功了 库瑞会丢第9局 没4分 只等他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只有他全身 中间可能还有别的 我是忘了po 我忘了 反正这一天11分 丢掉11分 是今年日本会的第一次 丢掉这个10分以上的比赛 加上前一天的9分 等于连两场丢了20分 Bboss心情应该不好 今天应该真的不好 那其他我看 阿鲁康塔拉 这一场比赛双翔炮 四安打 三场四安打 然后三打点 那当然其中第一发 是对这个东兵巨打的 这是他既开幕战 那个第三场 对他那天也是在 福冈那边双翔炮 两支都打东兵巨的 之后 又打东兵巨一支全力打 那记者说 是不是特别 对他有什么 东兵巨 准备啊什么的 阿鲁康塔拉是说 没有啦 其实他对 没有特别对东兵巨 有譬如做功课或什么 他就是很专心集中 专心的战上打几区而已 那日本人也就形容 阿鲁康塔拉现在是 东兵巨的杀手 今年五支全力打里面 有三支是打东兵巨的 而且他这一场比赛 双翔炮是左右开攻 左打席一支 右打席一支 这是继三股全市以来 2019年 那个叫什么 斯基诺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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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发明的新的名词 日本职棒史上第20个人 第20个人 但是是第43次 表示这20个人 也没有人打很多次 有人很多次 单场比赛左右两个打席 都有打全力打了 另外这个球队里面 日本火队球团历史上 1987年的白井一姓 之前也有担任球队的教练过的 另外还有一个洋将1999年的 弗兰克里 然后他2004年还有一次 然后另外 0607的斯基诺鲁 斯基诺鲁 斯基诺鲁 我说错了 斯基诺鲁是04年两次 0607各一次 各一次 他一个人四次 他一个人就四次 因为他本来就左右开工了 然后他又很巨大 我记得有差不多200公分 另外再来 就是2019年的三股全市了 这个球团 再来 现在又多了一个阿鲁康塔拉 第5个人 球团里面第5个 单场比赛左右开炮 我看另外还有 B-BOSS赛前 赛前的时候 他看大家在打击练习 他就有跟媒体讲 他说今天这两个洋将 Nunires跟阿鲁康塔拉 感觉准备的还不错 结果 又有点 日本媒体又说 又被说中了 阿鲁康塔拉四支安打之外 Nunires这一场比赛 其实也有两支安打 那B-BOSS 后来 这应该都赛前讲的啦 他说 嗯 他自己说出来 说阿鲁康塔拉最近 因为打击的时候 这个 左手的拇指 他比较下面这边 靠近手掌这边 在痛 这基本上就是那种 因为你拿木棒打 有时候会有这个 击球点没有打很好的时候 木棒会麻 会震动 对 那个 让他这边有点受伤了 会痛 腫起来那种感觉 他说他觉得就是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子 哈哈 因为你那边会痛 你有的时候 反而比较不会 比如握那么紧 或是硬要粗力去打 反而放得更轻松了 所以才 对反而把那个 击球点抓得更好的 因为你会更专注在 我要把击球点打好 另外有一家日本媒体 也蛮好玩的 他稍微有提了一下 阿鲁康塔拉 就是 来了日本之后 一些 比较有趣的事 他说他来了日本之后 一开始其实对这个 叫什么 免治马桶 有点不习惯 因为没有用的习惯吧 对 在美国那边应该没有用的习惯 一开始来不习惯 但是这一个多月来用啊用啊用啊用 他觉得越来越习惯了 爱上免治马桶了 爱上免治马桶了 他觉得可以把屁屁洗得很干净 感觉很舒服 现在有点喜欢用这个免治马桶 现在有 迪哥是免治马桶派对吧 你说什么东西 你是免治马桶派吧 我喔 我家是 因为我妈好多年前就买了一个之后 我们家就都用习惯了 嗯 你们家也是吗 我们家不是 但我其实 我有买一个携带式 啊有 对对对 我听你讲过 对对对 所以你也是免治马桶派的 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了吧 对 因为我家律式比较老 就是那个结构比较老 他是没有插电的 你要牵电线给牵手 你觉得好像会更危险就算了 马桶附近没有先拉那个插座的 要牵出到外面 那外面线弄弄 搞不好会搬到别人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嗯 就不就麻烦想说 那就用攜带的就好了 攜带式的 啊那个时候那个谁 好久以前那个中天祥 嗯 因为他不是要去那个美国春训 对我也要跟大家讲 那不是等个马桶 就大概像个小水 他也是带那个 带一个攜带式的 去美国那边 很小啦 不用的话不舒服 怪怪的 这样 好然后再来 这场比赛赛后 VBOSS没出现 又通过广报 传达一句话 他说因为今天星期天 这个 有很多球迷就是来球场看球 对 让大家看到这个无聊的比赛 哈哈 但是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会让大家看到高兴的比赛 就留下这句话 就中了 我觉得他用无聊的比赛 这个形容是 那 应该算蛮严格了吧 这场被软银供的很惨啊 完全从头到尾被压着打啊 对啊 然后前面提到有一场 我不是觉得 这个那个宏吉子Nothing 本日Nothing的那一场比赛 我觉得他有点不高兴 我的感觉跟今天这场比赛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觉得B-BOSS比较care 那个投手一局就倒了 大量10分的 所以那一天如果 投手有发生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心里都不高兴 嗯 比方前一天4月21日立野和民 前两局还OK 第三局突然就这样一次6分 那场比赛我本来觉得 会喔 会赢喔 说不定第一次四连胜都有 他是立野和民那一局 就直接懂6分没了 就很实际上比赛没救了 要救很难的 那个气 拉咖喱整个都跑了 结果赛后B-BOSS就讲 本日Nothing 他也没有 因为这个话就觉得 我的解读就是 他应该是不高兴 他什么都不想讲 对啊 但是又不能不讲 好吧 那你帮我去讲 今天没有什么 今天没有什么好讲 今天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今天那类似一文不值 那种意思好像也可以这样做 今天这种 其实就是一个 对球迷人是无聊的比赛 对 甚至对你可以直接讲 对 那今天4月24这场比赛也是 更彻底了 因为是直接倒 也是几乎输的头头头那种感觉 对 比如三浦那时候 后来河野龙胜 大概这两个完 这两个投完那时候 就已经8分9分了 就差不多了 要赢回来很难的 说实话 那一场还有机会追 因为这就是5比8 这个 那是那一场 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被拉开 那一局丢6分 我就觉得没可能 被盔都没了 对 那这一场比赛也是 这个更快 这个直接 5局打完了 这全局比赛就是 直接被一个 可能右勾拳 左勾拳直接 砰 这样就倒了 所以他后面 直接讲得更明 请广报去讲 就是有点对不起 今天来现场的球运 又是礼拜天 礼拜天 跟大家来看球 结果我让你们看了 这种无聊的比赛 无聊的比赛 然后迎接礼拜一 大家也是抱着这个 忧郁星期一 是不是 太忧郁了 所以我觉得 他心情很不爽的时候 大概就会讲这种话 嗯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那心情会不爽 感觉都是 有一任投手 突然在 投手大失分 大量失分 在可能一局内 大量失分 然后这场比赛就 Key了了 他心情就不好 他心情会不爽 他不高兴 他不喜欢看到这种比赛 因为 我觉得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 你那个大量失分 一失去了 要救回来 真的就很难了 我觉得他的想法 是这样吧 好 以上就是 新闻的部分 接下来 15年ぶりに 北海道に 帰ってきました Kawari選手と一緒に 船に乗ってくりますか 来年から Heroは 僕じゃありません Kawari選手と みんなです Bit Boss はい 这个礼拜的 Bit Boss Time 第一个 他还是有在 ゲゲ妈参加代言 还是有一些厂商 在球技中 还是会想办法要找他 那这个厂商 这次是做这个 美颜器材的厂商 就是 Alpha One 我看那个东西就是 反正就有点 类似刮胡刀的概念 但是它是一直在你的脸上 推来推去那种感觉 你自己拿着 而且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公司有关系 跟这个公司 Lism公司跟 藍宝菅尼 共同开发的美颜器 对 跟藍宝菅尼合作 OK 接代言 就是 保养嘛 对 又是保养 保养 又跟藍宝菅尼有关 臉部皮肤的 那 这个公司 他是20号的时候 正式在网路上推出这个广告 那这个商品是21号正式开始卖 而且好像不便宜 我印象我忘了 我忘了多少钱 反正我已经一直不便宜 那 这个 参加代言之后 Beat Boss也有 这个 接受媒体访问 那多少还是 没有办法闪掉这些 跟球队有关的话题 那这次他就提到 这个 他心里面对这个球队的蓝图 他说虽然这次签合约是一年而已 监督契约是一年 但是他的目标是希望当三年 他说当三年的话 应该可以实现 甚至他是说改变 他意思是说可以做一些 很多很多的梦想都可以去做 心里想做的事都可以去做 他会进一步解释 他说他的理想中就是 我当监督第三年的时候 就跟我当年来到日本火腿打球 打第三年 我要引退的那一年 这个球队刚好拿到日本一 他心里想的也是这样 我这开球队当三年监督 第三年的时候 我带领这个球队拿日本一 那之后的话 比如说可能当GM 或者是当一些其他的球团里面的职务 来帮整个日本职棒 有一些新的感觉 新的样子 甚至定出一些新的规则 所以其实大概就是三年吧 他心里我觉得应该也 我不知道 这是很难讲 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他心里想的应该就是 跟他当初那样一样 如果三年可以到一个顶点 他说不定又闪人了 然后就做别的事了 就在那个最高峰 我离开了 所以又要再一次这样了 那当然这是他现在的蓝图 三年计划 希望三年 然后带领这个球队到顶点 甚至接下来 三年之后 对整个野球界有一些贡献 那另外又回到这个 美颜器材这个东西 这个α1的话题 他就说 其实他自己实际用了之后 他觉得这个大概是他用过的 用过的这些美颜器材里面 最好用的了 他说我不是那种会骗人的人 我不会说话的人 他说这个用起来 一来他那个机器比较大台 他说用起来真的 他的感觉对整个刺激皮肤来讲 有很正面的效果 他说这个用起来真的很舒服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家媒体写 他说他要推荐给他的这些教练们用 他说第一个他要推荐给林孝宅用 他可能有观察 Head of Coach的脸的皮肤不是很好 有点没那么有弹性的 我刚开始有点脆脆的 我先推荐给他用 好 第二个话题就是 谈到今年日本火队整体来讲 失误有减少的原因 到我看这个是哪一天的新闻 我忘了操了 反正就是这个新闻 爆出来的这一天 日本火队刚好进行完20场比赛 失误是7次 在这一天报导出来的这天为止等于是 乐天那时候最少2次 接下来就是日本火队的7次 那因为去年球技143场 总共失误了76次 相较于去年来讲 今年手臂感觉起来也不错 甚至有时候有一些fineplay 好手臂出现 失误减少了 B-BOSS自己在自己的IG 他自己说了一下他的看法 他说他觉得Fighthouse的选手 每一个人其实本来手臂就蛮不错的 他觉得每个人的手臂能力都不差 他要做一些什么变化 你说我这里做了什么变化 我大概就是提醒他们 你们自己要去设想 球要飞过来了 对不对 如果球打来我这里 是什么样的方向 可能譬如是我左手边的球 或是我右手边的球 或是正面 或是会要歐巴的球 我用什么方法先去让自己去设想 这些情形要出现了 这些东西常常在他们的头脑里面 弄弄弄弄弄弄弄 B-BOSS意思是说 也就等于他们心里面 其实都有准备好了 心里面已经都准备好了 这个球如果打出来 在我右边 在我左边 还是甚至要往我后飞 会over 我要怎么处理 这些东西经常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弄 这些主要是 今年球季事物减少的原因 就是每个人其实心里面 已经有一些准备了 说到这个 你去回想他 在春训第一天 春训前 秋训开始 那些 就是说 当然就是好像有一点 就是 当然有一点是 表演效果的 一些 这么讲 不管是护拉圈 或是那个什么 腰圈的高度 其实都是 这么讲 就是 蛮重要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做这些练习 都是为了比赛准备的 练习不是只是练过而已 练习的时候就要像在比赛一样 对 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就会去准备 接下来球到哪里 你就会变得 一方面是习惯 你就只是把平常练习的东西 再拿出来而已 还有你就是 脑袋已经有意识到 就是已经用准备好 就是 我有球到我的左边 然后他是D 然后现在三壘有跑者 二壘有跑者 我要怎么处理 对 那当然还有 还有说 这些东西当然就是 教练们 从春训以来 一直在要求选手的 一直要求 一直要求 结果就是 现在这些东西都有 升值在选手的头脑里 那当然还有 我们也做了很多 就是枯燥乏味的练习 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练习虽然很无聊 但是我们一直做 一直做 那其他的还有就是 对野球 对棒球抱持着 只热在其中的心 当然还有不能失去的就是 竞争的心 我们要抓住机会 选手每一个人都有那种 有机会来的 我要好好抓住 那个心 企图心 这些东西他觉得都是造成 今年整个球队失误 开始有比较少的原因 我看另外 还有他说这个东西 怎么讲 主要是这个记者自己写的 他说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Beat Boss自己的特征了 他就是前面 类似浩小题的观察的能力 甚至到每一球 每一球 甚至你跑位这些东西 他举例的就是 刚前面提过的 对乐天的那场比赛 加藤先发的 他也是去观察到 这个选手守备的时候 哪几个选手的第一步比较好 他刚才说 上野想凭这个手游集厉害 然后石井一城 跟阿鲁康大拉比起来 石井一城的第一步比较好 所以他那天就用石井一城守二雷 上野去手游集 这些东西都是Beat Boss自己的 这些经验想法累积之后 他用在他的这些调兵前将上面 这些东西也是造成整个球队 对守备的意识提高的原因 就是选手自己也会体会的出来 今天监督这样子排 看重守备 今天比较重守备 或是大家知道 谁怎么排的 那天怎么排的时候 今天好像感觉 想Beat Boss想要再打击这边 希望有多一点点收获 我大概选手自己也可以 体会出来监督的那种想法 那记者是自己这样形容的 好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来聊一下藤砖球儿 藤砖球儿怎么看 这一个多月以来的 Beat Boss的野球 那藤砖球儿 因为知道他春训的时候有来嘛 对不对 知道几点灰心啊什么的 那因为从球季开幕 大概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 对不对 3月25开始 现在录音的这天 4月24 差不多一个月 加上春训一点点的 一些时间 就是藤砖球儿怎么看 那藤砖球儿自己在这个 受访的里面 他是回答 他说虽然这个球队 有点像新的球队 才要开始 才要开始慢慢打出自己的特色 但是他觉得 B Boss心里的想法的野球 有逐渐的渗透到选手的想法里 那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 比赛前这些 手背练习 他觉得每一个选手的 那个动起来的感觉 机动力 有让这些 比如像他自己感受到 这个球队很注重 第一个速度 第二个手背 你就算手背 你要快一点处理 比如说速度来讲 他举例例就是 比如说有一天竞藤 这个先打了一支安打 那后面的实情一层 第一球 B Boss就下这个 Andoran 打带跑 成功 然后竞藤就一路 跑到三壘 那后来又造成了一个 一出局满壘 这个杜边亮 打出虽然打二壘满壘球 但是也是全力跑 哇 safe 避免被双杀 这一局 就是海寥寥 那后面当然就有 那个温泊中正的全力打 那一天同一场比赛 第二局的时候 有一个两出局 一二壘的情况 那他印象里面 比如那个二壘的跑者 是俞卓健 那队友打了安打 俞卓健也是很积极的 通过三壘 回奔壘 最后还safe 这些积极的跑壘 这个藤专球员都觉得是 Bboss野球 尤其速度的这一面 开始在这些选手上面看得到 那防守的话 他觉得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场面 就是同一场比赛第五局 一出局一人有人 那竞藤守中外野 那那个球有点类似那种 德州安打 对不对 竞藤要往前处理 来不及 结果落地 但是落地之后 竞藤没有放弃 他接到球之后 因为那个球对 对方的一壘跑者来讲 其实没有那么好判断 就是你有可能接得到 但是有可能接不到 所以他大概也是先停在 一二壘大概一半的距离附近 但是一看到竞藤没接到 你要赶快再往二壘跑 但是球其实 虽然落地 可是离竞藤也没有很远 竞藤也赶快把球丢到二壘 所以这个球变成 记录上是一个 中外野滚地球 传二壘奥奥 中外野滚地 简单讲 就是一个中外野滚地 那 藤专球也觉得 这些手背的这些情况 也都是 VBOSS开始带给这些选手 就是你要积极的去处理手背 你虽然没接到这个中外野 感觉是个安打 但是你积极处理了之后 结果这个球变成 记录上面 中外野滚地 这些东西 藤专球尔都觉得是 从春训以来 VBOSS一直在灌输给这些选手的一些意识 也开始都 中进去 而且也真的在比赛中悬见出来 对 另外打击面 藤专球尔是这样看的 他说虽然打线蛮长蛮长都会有变化 就是排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他觉得每一个选手都有开始培养出那种 我有机会出赛 然后我有得到出赛机会的时候 我就是好好表现的那种心情 那以往可能有的球队会是那种 比如说比较板凳型的选手 他心里都有一点点那种想法就是 再怎么样监督也不会排我先发 我大概就是板凳 会先发的就是那几个人 可能是senpai 可能是什么样 大家心里都有那个底在 可是BeatBots的做法就不是这样 他要你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机会上场的 那当然这些东西弄啊弄 比如一个月左右的情况弄了下来 他觉得选手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有那种不一样的心情了 跟以前这些职棒选手可能会有的想法不一样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机会的 他也觉得新装监督说的那句话 比如今年就不是他来跟大家胜负的那一年 他觉得他的看法也是这样 他觉得如果这一年让BeatBots带领这个球队这样run 明年以后他会觉得成长的感觉会更明显 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球队 因为今年这一年run了之后 明年再看到他 后年再看到他的时候 有可能会让这些对手觉得越来越难缠了 这些东西如果越来越伸直在这些选手的心里面 脑里面 整个球队越来越成为一体 其实现在才第一年嘛 第一年的第一个月结束 超过这种感觉而已 就是从从春运算算好了 从春运算大概就两个月 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二月开始 快三个月 二三四月快过完 快三个月也才这样而已 对 投赵球队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让他再run久一点 再run久一点 明年以后 这个球队可能会让对手觉得很难缠 因为大家都是想法都是B-BOSS以前 那个现役时期的那些东西的想法 灌在脑子里 他们打的野球都是那个样子 对选手来讲 对对手来讲 会越来越不好搞 对 好 再来B-BOSS 这个访问应该是 我看那个是前面有提到 4月22号 这个computer大发威的那一天 他被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较跟那一天的表现没有关 我就拉来这个单元B-BOSS的想法 因为记者有继续追问 那你请问一下B-BOSS 你怎么看今年太平洋联盟整体来讲 投高打低的倾向 你觉得感觉是什么呢 B-BOSS就回答 他说 感觉应该是投手来讲 整体的水准提高了 他说因为过去很多年 应该讲现在的时期对打者不利 但是当然这个资料来讲 他觉得他收集的不够多 或许不能这样讲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现在还是赛季前半季 所以说打者比较不利 类似这种景象 可是他整体觉得 投手的水准应该是提高了 他觉得投手变厉害了 当然一般来讲 以以往的经验来讲 球技刚开始 多少对打者比较不利 但这是他的看法 因为他觉得Data收集的不够多 可是你突然问他这个问题 他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回答 他觉得投手的水准变好了 他说那记者又在追问了 跟你以前现役时代 还是选手的时候相比 跟现在的投手有什么不一样 既然你前面讲了 你觉得现在的投手水准变高了 跟你以前在选手的时候比 差别在哪里 他就说现在的投手 很多都随便投就是150 轻轻松松一堆 随便都有 他说他以前那个时代 大概144 145 大概就不错了 那虽然你说数字上 大概就是差个球数来讲 差个5公里 但是你说实话 差那5公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了 他说包含变化球也是这样 以前的变化球比较慢 现在一堆投手变化球 就算是变化球也可以很快 140以上 甚至朗西的直插球都可以快 都149了 对不对 你要100户了 对他说这样子的整体来讲的变化 其实对投手来讲 他在用缓急 然后就是快速球慢速球 这个速差的搭配 这个幅度就变大了 对 他觉得这是第一个 但另外一个原因 他觉得还有训练方法不一样了 以前他那个时代的训练方法 跟现在这些选手的训练方法 绝对不一样 他觉得训练方法不同了 也是造成现在的投手水准提高的原因 普遍球速变快的原因 他觉得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他看到极田的球说 我的话 那时候的我应该达不到 这个不是客套话 不是 搞不好是真的这种感觉 以前比较没有这种投手 对不对 就是你虽然一世级 但是那个伪劲串成这样 我那个进本类版 我球就这样 甚至好像就有点上飘往上串的感觉 对 现在好像随便捞都一堆 各队绕一绕都一堆这种投手 好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日功奔信 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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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